大家好 我是北京面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传承人彭小平 大家请看这个作品 这件是我22岁那年捏的面人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是在半个核桃里面捏了22个小面人 作品名称叫 姚池附会 观世音 福禄寿 八仙还有七仙女 应邀去参加王母娘娘的攀陶盛会 通过画面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每处细节 但实际上这个面色作品 是在手表表壳大小的半个核桃里面捏制而成的 这个22个人物中 福星怀里抱了一个穿红兜兜的小童子 叫做蚂蚁塑 小童子的头和身体的比例和蚂蚁那么大 而且同时也做到了五官这个清秀栩栩如生 这就是我所传承的北京一角V型河头面人记忆 一门拥有2000多年历史艺术性极高的中国传统手工艺 主要是以面粉为主要原料 再加上颜色防腐剂等九种原料揉搓成面团 根据人物的题材用不同的颜色捏制各式各样的面人 用手指和简单的面索工具塑造出神色迥异的人物形象 经过千年的传承和发展堪称指尖上的非遗艺术 我捏的面人讲究极致的精细 比如说这个米勒佛每颗牙齿都捏出来了 在创作中我的作品涵盖了中国的四大名著 神话传说诗词歌赋等等文化典籍 不仅仅是传播面索这门记忆 更是希望用丰富多彩的故事内涵赋予每一件面索作品更精美的视觉 更形象的展示出中华文化的厚重 在捏三国红楼梦题材的时候 每一个人物我都会按照原作捏出他们的神态服饰还有道具造型 喜欢三国故事的朋友完全可以从他的造型中判断出是哪一个人物 并且我还把咱们三国原著中的历史典故也融入到了作品的角色中 为了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我开始用单色的面仿红珊瑚仿象牙白的色彩和质感 制作面人艺术品既让大家感受到艺术和文化的美 又保护了珍惜的野生动物 比如这件是我和我女儿彭天共同创造的仿象牙西游记作品 融获2013年北京公美杯面人行业的最高奖 这件是2006年我用2008个V型合同面人五彩扶娃 新组成的北京奥运会会徽高2.3米宽的1.8米 这件作品名为奥运城取其奥运城市奥运成功的含义 奥运城是中国唯一合法的奥运商标 用心捏出来的作品一定会和观者产生呼应 你在塑造过程中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用心之处 观者看懂了都会和你产生共鸣 做到这个心领晨会 这就是每件作品都会说话的感应 在日本有一位连续30多年购买收藏我面人的日本收藏家 每年都会雷打不动的持续收藏 我觉得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国际文化交往中 确实非常受到欢迎 飞夷传承传承的是民族的文化与精神 它就像一段无声的语言无字的史书 它记载着中华文明千百年的历史 记载着一代代降人欧心力血的前程 我想只有将这本无字天书更好的创新传承与弘扬发展下去 我们的文化才能得以持续 今天我也趁着这本书里面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时 让全世界人民都得以看到 所以过去这几十年 我先后去过几十个国家 向世界展示传播非遗面缩记忆 也为很多国家政要展示我们华夏文明的非遗文化 1984年我称作中日友好之船访问日本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我民间工艺美术家的称号 2010年我在钓鱼台国宾馆 为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现场展示面缩记忆 2014年在为北京举办的APEC会议欢迎晚会上 我为各国政要展示面缩记忆 而每一次的展示我都希望把最美最好最精湛的文化记忆 与厚重的历史展现出来 同时我所传承的这本无字天书更是展现给咱们中国人自己看的 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财富 每一个非遗传承人都在用作品向大家展示那一段段中国人共同的回忆 这些故事不仅能够提高国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还能吸引更多的面缩爱好者学习面缩 使我们自己的文脉更好的传承 只有一个民族的文化力不断的强盛 这个民族的生命力才会更加的强盛 我相信中华民族的希望就在我们每个人的手里 现在不仅普通人越来越喜欢中国传统文化 许多明星网红也加入到了咱们非遗文化的团承行列中 知名的视频博主李子柒就曾来京和我一起体验学习北京面人的制作记忆 我和面人的缘分这得从三岁那年说起 我第一次捏面人是三岁时捏了一个马路边的电线杆 就是那种老式的两根横棍一根树棍的木制电线杆 以我现在的眼光来看确实捏的是不怎么样 但是我的母亲看到后连续夸奖了我一个礼拜 以此奠定了我一生的职业发展之路 我的父亲非常支持我 这是最难得的 因为在那个传统的年代 他就具有非常现代的育儿观 从来没有因为任何一件事情打过我 在我记忆中 我的每一件作品都得到了家人的肯定和表扬 这种来自父母的认可 让我想方设法的想要做好做到更好 1980年19岁的我申请领取了咱们北京第三个个体营业执照 专门从事面人事业 我是北京市第一个下海的飞翼传承人 在那个年代成为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个体工商业者 我从事个体经营为知识青年回乡再就业 起到了积极的带头作用 当年的北京晚报 用头版头条报道了我的故事 1983年我注册了面人棚品牌 至今已有40年 在那个品牌意识还相对淡薄的年代 大家不懂得注册商标保护自己的品牌意识 经营之道还只停留在口碑自在人心的理上 得到顾客的认可 招牌就有了 但是我觉得时代变了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规律 我们必须要紧跟时代的步伐 2001年后 国内的艺术氛围越来越浓厚 北京的798一时成为了全国文明的艺术街区 但我的内心始终非常忐忑 因为国企单位对知识产存的保护不了解 不熟悉 所以太多的商标被抢住的恶意事件也时有发生 而当时的798恰恰处在没有注册商标的危险状态 于是我在2004年3月注册了798系列品牌 保护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北京文化IP 之后在北京市知识产权局领导 及工商局商标处领导的见证下 把798系列品牌全部过渡到政府企业名下 时至今日 798这个品牌价值早已超过了百亿 在今天 798艺术街区也是全国乃至全球艺术工作者和爱好者的聚集地 每年举办着成百上千场的展览表演活动等内容 能为北京做这样一件有价值的事奉献一份力量 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在不断探索中前进的 在科技腾飞发展的推动下 社会进入了倍速时代 一切变得都太窜 面对每天都在变化的商业趋势 昨天的商业逻辑规律 一觉醒来可能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这种环境下 如果想要成功 唯有靠自己坚定的理想和信念 抱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恒心 才能把万变的世界 生根发芽 扎纹脚根 人的一生就是思维的产物 心不患物物不治 强烈的愿望是必不可少的 此刻我的女儿彭天也在从事了北京 面临这份手艺 如何传承好 这门民族非裔意义 是我最强烈的愿望 我想只有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中 用穷尽探索的态度 不断往前走 用内心喜爱这份工作 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才是这门手艺最好的历练和修行 通过这条道路 我们始终会懂得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从而磨砺心智 提升人格 领悟人生的真谛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